为了了解福利政策 花联县议会民政小组8号是来到了 花联市的主农礼福气站 以及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 了解花联县政府社会处 在长者照顾的资源上 是否还有更多的资源是需要在未来进行改进 以及规划 并且给予更多的补助 民政小组为了了解社区福气站 对于老人照顾的需求 12月8号上午是来到了花联市的主农福气站 以及碧云社区发展协会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江凤怡 对于社区长者照顾是需要更多的资源溢助 才能够让长者能够获得良好的照顾 以及陪伴减少社会资源的不足 主农礼的福气站 是我们花联市的第一所福气站 第一所 那么刚开始我们这边就大概100多号人 我们这边容纳大概120到150 但是那时候是我们第一个成立的福气站 那时候我们的经费 当然是都由事工所拨付 那么后来临际的领一直吵 因为没办法 我们主农礼在我们刘冠宏领长 英明的领导之下 旁边的领都一直在学习我们 那么呢 县政府基于就是觉得说我们地方乡镇 对于我们关怀老人落实老人 这个我们关怀他们的这一方面觉得不错 所以呢 他过了三四年以后呢 有过了一个我们就是那个长照的这个经费 和花联县议会民政小组总招张怀文 以及议员张美惠 赖国祥 杨华美 许子芳 也都对于社区长者的照顾需求 给予更多的了解 民政小组在正式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补助啦 有补助好像还是补助很不多啦 44万 44万 2000元 其实也是很多 因为我们整个县里面有这么多的补气站 有这么多的据点 真的我们的县长很关心大家 补助给各位 让大家能够很快乐的在这边生活 我第一冠议会报答了 我们处中说 我们花联县有很多的市区公车路线上路 其实希望这位长辈都会有很多公车 你怎么知道花联县有公车 有 有几路的公车 那个站哪有 在那边这样 在那边 就是说要请社会处 希望社会处可以在设照西 长照的关怀据点 还有足气站多宣导长辈 没有想到祖农这个据点 有这么照顾这么多的长辈 从100多位到现在80多位 真的让我非常的敬佩的是一件事情 你们没有正式的工作人员拿薪水的 对不对 全部都是志工 对不对 30位的社区年轻的长辈 要来服务高龄的长辈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们把社区的长辈当成自己家里的长辈 这个社会才会更好 对不对 我也希望在未来呢 这个祖农这个福气站 也是花莲第一个福气站嘛 对不对 那也希望更多的人 更多的老人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 那刚刚讲到经费的部分呢 我希望你们不要客气 你们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需求 一定要告诉你们的理事长 由你们的理事长来向我们发声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处的陈家处长呢 他是他一直在社会处待很久的时间呢 他是非常用心的一个人 长辈政策主要在于建构社区整体照顾模式 结合目前已经建立于社区中的基础照顾方式 发展出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型A级 复合型服务中心B级 以及巷弄长辈站C级 由于社区目前面临造福人力不足 期盼能够提前取得证兆的门槛 再有需求立即上线 提升原有服务站的功能性 记得理解华林市采访波动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